台大人類學系 我是表示我介紹才行 好 那那 那我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法務 然後我叫王希 然後我是 那個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所以才有沒辦法做法務 可是台大法律系這個系實在 就太後果樣名了 所以我老是自稱我自己是 台大人類學系 因為我雙主修了人類系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 法律系實太辣了 沒有啦 這是開玩笑 那其實老實說 法律真的是 非常有用的東西 它如何有用法呢 那希望等一下我講的時候大家可以有某種這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今天內容 主要是這本書 那 我介紹完我之後 我介紹一下台灣人權會到底什麼東西 那這個協會 是成立在1984年12月10號 1984年的時候 台灣還在戒嚴 那這個時候成立的台灣人權會 總之意思就是要跟這個戒嚴這種對感 它在江城就寫 台灣人權促進會主張 一切關於人民的合法事務 包括一切分裂國土 跟共產主義的主張 之所以要這樣寫的原因是因為 集會有行法 在一開始畢業的時候 第四條他說 集會有行不得主張任何分裂國土 跟共產主義 那他直接的限制了集會有行的實質內容 所以說 因為不可以分裂國土 因為我們是自古以來就一體的偉大中華民國 然後也不可以共產主義 因為我們的對頭就是中共的共產黨 這樣子 那這條好不容易被宣告違憲 所以才 可是這樣子的章誠還留在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章誠裡面 算是個歷史遺跡 好 那 這是台全會 那台全會呢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確實是為了營救正式犯 這樣子的政治上的目的 那也不是真的這樣目的 就是為了政治上的權力而 而進行各種活動 那其實因為台灣解嚴 那慢慢的也進入民主化過程之後 其實台灣人促進會 進行的人權的工作項目也有所改變 那其實這跟人權這個制度 在歷史上演進也是有點類似的狀況 人權的制度一開始 最受重視的是公民跟政治權利 那這些 這些政治的權利他們主要 譬如說言論自由 譬如說 譬如說 刑法上面 刑法上面 關於一個人的人身自由的問題之類的 那 這一些一開始 基於對抗國家 這樣子明確的意識 而形成的 權利的對抗 那戰艦轉型到後來 因為在這樣的抗爭下 那可能政府方面也是 放他們的管制 那其實漸漸這些權利都獲得了 獲得了確保 那接下來其實發現更 更嚴重的其他問題 其實在社會經濟或者是 文化上面的權利 那所以 類似這樣的過程 其實台灣 台灣在解嚴之後 因為這些政治權利也漸漸解放 那 所以說 一些更嚴重的人權問題 其實出現在政治 其實出現在經濟方面 出現在社會上 社會上 對 社會上 你家可能說 要來故事更新 然後這個故事更新 有一天突然車到說 我們家要故事更新了 於是 於是就說 市政府不要說 你立刻離開這個地 我們再過幾個月之後 又把你的故事拆了 我也是挖的花 你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 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出現的 然後你就去找 終於找到 是因為 在自己的社區裡面 有七個 神秘不知道哪裡來的人 他們 他們在最近 可能買了 你家社區附近的地 然後這些人就 這些人就組成一個籌委會 這個籌委會 這個籌委會叫做 都市更新 對 自辦都更的籌 自辦人物資計畫的籌委會 那這個籌委會 就 就 自己劃定了區 然後自己去申請 跟 主管機關申請說 我要在這邊自辦 都市更新 那 主管機關就 就同意了這個計畫之後 直到這個時候 他才 終於通知了 這個區域其他的住戶 然後跟我說 我們現在要 我現在都市更新了 快點走吧 你就把你一直拆掉了 其實 是像這樣子的案例的 出現 都是 在 一個 一個國家想要繼續開發 可是他 可能沒有這麼多資源 所以他就 容忍 像這樣自辦的 都更 那 剛剛我說那七個神秘的人 是哪來的呢 他們往往都是 開發公司的人 那開發公司 他只要在 這個區域 能夠買下地 因為他 他有辦法 流動到這麼多的資金嘛 所以他就來 他就把這個地都買下來 然後 就可以 開始進行 依照這個自辦 都更的 規則 去 去 跑這個 自辦 都更的流程 那 其實這樣的案例 在台灣一直 其實 幾十年來 一直的出現 可是直到 這兩三年 尤其 2010年 文靈院 士林王家 這個案件 為一個 算是很受注目的爆發點 可是這個事情 其實一直存在 在台灣發展 現代的公共設施 還有整個經濟發展 所做的這些公共建設 其實是建立在 非常多的人 他們 被政府 非常廉價的 非常廉價 甚至可以說 沒有付錢的徵收 跟都市更新計畫 然後還有 市地重整 之類的 這些還蠻複雜的過程 可是這些過程 其實人民的收到的 土地的保障 是非常的 其實可以說 根本沒有的 然後用這些 這些人的犧牲 來患得了公共建設 來患得了 經濟的發展 可是這些 經濟發展的最後 能夠分享 能夠 會回去分給這些 因為 為了公共建設 而被徵收的人的身上嗎 其實 通常都是沒有的 因為這些人都還是 繼續的 沒有他們 拿不會他們的房子 然後也沒有得到任何的賠償 然後繼續的 繼續的 屬在一個 流落街的狀態 因為他的家 被政府合法拆掉 所以說 大概是像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發展的狀況 所以說 跆拳會的那個業務 也有些不一樣地方 那我 來念一下 自從官網上抄下來的 跆拳會 再做些什麼議題呢 國際人權公約 保障機制 集會遊行 廣路自由 與隱私 居住權 外國人 收容 幹明 好這不是 很僵硬的 練完之後 大概就是這樣 沒關係 複雜 我覺得大概這樣講 大家知道就好 那 下一步 那大概主機要講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 前面就是大概說 你一個 現在 目前這種 目前常見的個人 去參加集會遊行 他大概會 經歷什麼樣的狀況 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 法律上 集會遊行 到底有哪些法 集會遊行 到底會受到哪些法律的限制 好 接下來 這就是 被稱為兩公約 什麼 就是被稱為兩公約 其中一個叫公民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十一條 直接說明的 叫做 peaceful assembly 和平集會的權利 應該是予以確認 那朝鮮集會的意思就是說 不拿任何的武器 沒有任何的 肢體上的 強暴脅迫啊等等的 那 大概會說 站著作者 大概這樣 還說 韓空號大概這樣 的行為 大概基本上都是和平集會的範圍 那 他是有 他確實是說 你可以因為其他某一些 更 某些更重要的理由 去限制集會遊行 可是 呃 這些 因為畢竟 也不是說 完全的擴張 擴張到底 然後都不用玩任何的 其他的事情 可是 在台灣實務上 操作起來 會可以拿來限制 集會遊行的 的 的 那一些藉口 能夠真的達到這個法條 中規定的 的 這種強度嗎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呃 現在集會遊行法規定 目前啦 目前這個集會遊行法規定的是 室外遊行必須要受到管制 那室內遊行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現在 就是室內集有集有 那 日集有機會 那 可是 其實還蠻荒唐的是 譬如說 台全會 在 五六年前曾經有 南部的辦公室 南部官方是 就會想要辦一些 像這樣的演講啊 然後聽說 那個時候的同事 就會接到 呃 保安分隊打電話來說 你們要幹嘛 你們要舉辦什麼演說嗎 你們要在那邊做什麼事情 那其實 他非常的緊張於 有些人要在辦公室裡面 開一個 小的 開一個政治議題的 的 的 的小演 小演講 小討論這樣的 討論會 可是 其實這個 驚恐 跟法律比起來 其實完全不合 完全不合法 因為 理論上的 室內的集會 集會是完全不能受到任何管制的 好 那 我們就是把直接區分為政治跟非政治的理由 是因為 只有政治的集會 政治目的的集會遊行 才會受到警察 警察機關最高度的關注 那 我們說非自是集會遊行的地址 右邊這張照片就是 媽祖繞境 媽祖繞境是全台灣人數最多 阻礙最多交通 有製造最多垃圾 然後最喧嘩的一個集會遊行 可是為什麼他從 他從 可是實際上他從來不會 因為 許范良媽祖繞境 所以說路人會覺得說 你不要吵 你可以安靜一點 或者是警察也不會 也不會有任何警察出動 可是同樣的行為 如果我們 如果把內容物的 一模一樣的動作 可是我們在 譬如說 抬著媽祖繞境的轎子的時候 然後我說 我喊了一個政治目的的訴求的話 我立刻就會受到警方的關注 那 其實長期下來 這個國家在 面對異議的時候 他會直接的就 直接因為異議而挑起他的神經 所以他不會去 看實際上這個行動的 譬如說行動的形態啊 或者是他只是站著海口號 是不是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或者是 他只不過是野台的轎子 像媽祖繞境一樣走過去 可是他就因為這樣子而被逮捕 的話 完全理由就只是因為他的訴求 是會 讓政府覺得 一次痛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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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我的我的立場 所以我不能夠容忍這樣子的行為發生 好 那這個是 一千二點 近十年來 台灣 發生了所有集會遊行的事件 那 其實看得出來的 事件 的 數量規模 大概都是以幾千件計算的 那一零三年 甚至多到了一萬四千件 那是因為 因為這一年 住你的三一八學運運機 所以 那整個已經發的 非常 更 數量更多的機會 那 其實 大家可以 稍微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在 申請這一格 在 因為現在集會遊行 還是要 欸 集會遊行還是要 升級的 好 可是 你看 申請的數量其實會有幾千件 可是 不準的數量大概只有 幾十件 所以其實警察常會說 你們這些王八蛋為什麼不來 申請集會遊行 申請一下 我們大概都會準的嘛 為什麼不讓 為什麼你們不來申請呢 那 其實不申請的理由是 通常 主辦這些集會遊行的參賽者 他為了要表達他的 對於 對於集會遊行法這樣的管制的 本身存在 有所不滿這件事情 那他為了要表達他的不滿 所以他不會去配合這樣的制度 那所以他才不會去申請 大概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還因為申請 集有法有規定 七天前 對 然後有些 因為有些還有時間限制 那有的 有的 要立刻舉行 譬如說 緊急性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每天就要 每天我們就要簽服帽 我今天還不去過 可是我今天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明天 我明天不去擋的話 要是你叫我七天後來申請 那七天後服帽就過了 那我們去抗研沒有用了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那其實在 這件事等一下會講 就是718號大法官解釋 就是為了 為了緊急性這樣子的狀況 可是他仍然在法律之中被規定說 你也必須要造成去來申請 這件事情本身有違憲的問題 所以他就宣判了違憲 那總而言之 其實會有問題的 也不是會有問題 就是會在國家眼裡面 有問題的機會 其實就只是 表達了某些特定的政治的訴求 而讓政府機關覺得被送的 我們會講這個白 其實也是因為 其實我們 也不需要太多的什麼判斷 我們自己自己觀看某一個活動 我們就可以感覺出來說 這個活動 他是不是會 會 會表達出 能夠讓政府覺得非常 會讓政府覺得不滿的意義 那 之所以這個問題重要 也是因為 憲法直接寫明了這樣的事情 可是 這樣的事情在實務上 也未必能夠受到完全的保障 好 那這個是 如果等一下你們要分開 那個手冊第一頁的話 就會跟你說 其實即使你看完這個手冊的時候 他可能還是沒辦法 完全的 完全的 有辦法完全 讓你在面對某些突發狀況的時候 有些應對 那第一點是決斷法避免 意思就是說 通常我們都是在知道的東西 很少的狀況下 我們就要做一些決定 那這個時候 其實你自己的選擇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不管你是決定要 繼續去當那個 運動之中衝進某些 做出比較激烈動作的 被稱為充足這樣的行為 或者是你決定 你決定 因為你覺得 我無法承受接下來的後果 所以我決定要退出 其實這些都只是選擇 也並沒有對錯 那 因為沒有對錯 所以你只是要選擇出 覺得 你自己覺得可以負擔得了的行為 而不需要 等一下 而不需要去為了配合 就是配合什麼 配合任何東西 而做出 你之後可能沒辦法接受 之後自己沒辦法承受的事情 那第二個是動員充費工作 就是 有時候 社運圈就是不停的會有 一群人跟另一群人他們合作 然後吵架 然後分裂這樣的狀況 那其實動員之前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其實大家就必須要說清楚 別的有些人覺得 啊靠北我充了之後 結果居然 大家不幫我 所以我被充康了 這樣的感覺 但是這樣 那 惡法人去挑戰就是 譬如說現在在修了集會有請法 那其實就是這些修法 雖然他 看起來其實是法律的文字 而且 像我自己 唸了法律之後 我覺得法律其實真的是 莫登中的莫登中的莫登中的莫登的東西 他其實真的是最細微 最後面 其實也最解決不了 最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東西 可是他自己 可是法律這樣子的東西 在社會中人家有一些他的宣誓的意義 所以說其他的修正對於確立某些 確立某些價值觀而言還是重要的事情 那團結真有力就是 因為像現在的話 其實憂鬱網路的發展 那社群網路的這些興起 那其實大家 一個活動要揪出 揪啦 就是揪團 那揪團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樣 譬如說像李大哥剛剛說 他工業的時期 其實工運是 工運的 工運那個時候的 成人跟成人之間 他們認識的方式可能完全 就是因為譬如說以前是同事 但他們在同事的時候 一起遇到了某些 那個勞動權上的問題 所以他們一起去抗爭 那他們 往往會有一些 比較實際上面對面的 社會關係 所以會一起出來抗爭 可是現在這種 現在這種 網路的 同路的時代之下 其實很多人 是 他透過網路 然後各別各別的人 去加入某一個團體 那其實這樣 各別各別的人 他們 好處當然就是 資訊流通很快 那我要散布給 各別的人的話 其實 散布的效率可能會很高 可是風險就是 這些各別各別的人 都不認識 互相都不認識 所以說 如果 每個人都是分開分開的話 那他們 譬如說 國家現在來告你說 你們這些人都違反 極配偶行法的時候 這些分散的人 很容易就會被 各個的擊破 因為他們 互相之間都覺得 靠北 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才會被這樣子 陰下去我 我是不是應該要保護一下 我是不是應該要 就是 退讓一下 才能夠免得 我自己一個人被 被怎麼樣的 我都不知道 所以說 會建議 大家盡量去 在這樣的場合之中 至少 認識一下隔壁 隔壁的人 大概是 大概是誰 其實也是有助於自己 譬如說 我需要有證人來幫我指證 說我現在 我那個時候 確實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時候 能夠有個認識的人 總是會比較好 好處理這樣的狀況 那也是 為了自己安全 其實為了別人安全 也是為了自己安全 好 那隨時保持冷靜 就是 當然 尤其是在 激烈衝突的場合的時候 大家可能仍然會想說髒話 然後對著誰說 那其實要說 要說也不是不行 只是 你必須要 必須要盡量避免自己 就是進入一個 就是 就是完全有 完全有情緒操控 然後當你之後回想 發現 我那時候做了什麼事情 我自己想不起來 這種狀況的話 可能就有點 就會有點麻煩 因為你就會 完全沒辦法控制 你的行為 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都不知道 最後一個是尊重資源團體 就是 尤其是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律師組成 義務律師團 來幫忙這些 因為集會有情被起訴的人 那 可是有時候會有一些 可能也是 其實跟 也是可能也是因為 就是 都是各別 各別的加入的活動 所以說他們 因為 譬如說跟團體也不太認識 那 所以在 譬如說律師開 律師會開會 跟當事人開會 那我們協調說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 打訴訟啊 訴訟策略等等的問題 那結果 當所有 當 當那個 團體跟律師人都到了 結果發現當事人消失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變成無法進行 因為這叫當事人沒有在的話 那 結果這個時候去打開會 當事人 當事人可能覺得說 喔我忘記了 喔我 突然沒辦法來之類的話 那其實 當然會對其他的 的 的 夥伴造成不便 因為畢竟 律師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為了 當事人的 訴訟權利的話 那 這個時候 至少大家必須要 記得的是 大家 有律師有 資源團體來幫忙 可是他們的幫忙 你必須要重視他們的幫忙 要不然他們不是 只是白白的 就是 誰穿誰到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好 那其實我接下來 介紹的這些行動權 都是現在 現行法律之下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 編這個小冊子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預想說 因為 尤其像現在譬如說 幾乎有刑法就已經在修了 然後以後可能會有 別的法又修了 那其實會不停的有 新的變動的事情發生 那所以說 譬如說這個許可制 以後就會沒有 那其實 不只PT要改 這個小本子 我也希望它可以 一直的隨著法律 或者是有些 新的狀況出現的話 我們可以 一直再 一直再版新的本子 然後 而且希望它可以變小一點 就是我們本來 預想的理想 就是一手拿著 然後就可以塞進口袋 然後當我突然發生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看 結果 它做出來說還是這麼大本 所以說 希望它有一天可以 符合我們這樣的理想 畢竟我們會把它 變得這麼大本 因為也是因為 發現想要寫的東西太多 還是全部寫下去 然後發現它還是太大本 希望它有一天可以變小 好 那 我現在講的 這就是現在的 目前的集會有刑法 還有許可制 然後主管 集會還是警察 然後還是有禁止區 然後大概這樣的狀況之下 那一個抗爭會怎樣的發生的過程 好 開始囉 那行動之前呢 你就要必須要申請許可嘛 啊 雖然說 警察跟你說 我們通常都會許可的啦 可是 這個是 呃 這個應該才不會吧 總之就是我們 呃 有一個案件叫做 海底池的工人的抗爭案件 那這個案件大概的狀況就是 海底池是 呃 永峰羽集團 也就是河峰川 河峰羽集團 對不起 河峰羽集團 河峰羽集團 他開的公司 然後在 呃 在那個 韓國開的 海底池工廠 那這個工廠 後來因為 呃 應該是因為 就是海底池 不是因為永峰羽他們 呃 惡意的把海底池賣給 也不是惡意啦 就是隨便的 他就把技術隨便的賣給了 呃 好像是中國的公司之後 就把這個廠 惡意的倒閉了 那倒閉之後工人就去不失業 那 所以說 呃 韓國工人我也希望 因為他們的 自己的公司已經 海底池已經被關掉 所以他們想要找到 最後總公司 那這個公司就是 永峰羽 那所以他們就來台灣抗議 那 呃 他們抗議的時候 他們有做一些 呃 拿著 拿著 那叫什麼 拿著靈堂的布條啊 之類的 然後這個 拿著靈堂的布條 然後 還有去股東 在永峰羽開股東會的時候 拿著牌子 然後就站在股東會 這座警察就來了 然後跟你說 你違反了廢棄物清理法 你看看這個布條這麼髒 然後就把所有 海底工人都逮捕帶走 那 那 對這個 廢棄物清理法 可以用在集會友情的這個場合 也我們也是第一次聽說到 這麼厲害的事情 那 所以說 呃 在這個時候 呃 之前我們也曾經為了 海底死工人的 呃 抗爭去申請 跟 北市 海底死工人的 去申請嘛 啊結果 結果是 不予許可 所以說 儘管說 警方 警方 內政部都會聲稱說 我們 大家都會準啊 我們只有那一點點不會準啊 那一點點不會準的 正好 正好就是最 最 在政府眼中最麻煩 然後其實也是 抗爭的 對抗爭者來說 覺得最重要的那些部分 這部分被 被不予許可的話 那其實 這個集會友情 等於是把最重要的東西給碰殺掉 那對這些個人來說 其實是 沒殺小肉用啦 就是 就是 所以這個聲稱 其實 跟憲法 憲法裡面說 集會友情 是人民的自由 這件事情 並沒有符合到 好 那 這邊提了這個例子就是 因為許可制 基本上的財產權 都在警察身上嘛 那警察也曾經做過一個 非常令人 驚人的 的裁定 就是 在2014年 318學運的陣子的時候 那個 中正一分局 就 對其中一個 對其中一個 抗議的 團體發出了一個 永遠不準 在立法院 周邊集會的 的 的 的通知 然後這個團體是 公投護台灣聯盟 那是 蔡丁貴 跟 蔡丁貴組成的 以台獨威 主要訴求的團體 那 就是公投盟 其實長期都在 那個 立法院周邊就是 一直擺設攤位 然後 然後 主張他們的訴求這樣 那 因為那陣子其實 318衝進去的時候 其實公投盟 也幫了很多忙 那可能是 也是長期處不好了 所以機緣已久 那時候的 中正義分局 就講到邦洋寧 那 他就做了這個處分 做處分叫做 我們 分局 禁於廢止 該聯盟於立法院 周邊集會的 就是他說 你們永遠不准來了 那 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邦洋寧那陣子 非常的紅 他被大家戲稱為 超越憲法的男人 因為他居然可以 他居然可以 他居然可以 要求一個團體 永遠的喪失 他憲法上的權利 而且未經任何的審判 由 居上 一層零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 神秘的事情 所以說 那其實 在許可跟 許可跟駁回之外 其實 如果我們 離開了台北市 或者是 台中市也是都市 如果我們離開都市之後 在鄉村之間 如果有一些人 想要抗議 其實他們遇到的事情 其實是更混沌 目前更麻煩的 譬如說 某甲 這個 這個 鄉村的小農 小農 小農 那這個人想要來抗議 然後結果他就去 他就照顧 他就發現 我要申請了 好 那我就申請了 就乖乖的遞了 申請去了 他家附近的派出所 然後 結果派出所就 所長看到就說 那個阿甲 結果 你看看 你以前跟我兒子是同學 我沒辦法來坐下 跟我喝個茶 然後就把阿甲請定了 那個派出所 然後就說 你看嘛 我們這邊要管你這樣 你這樣子大家都很難看吧 我們就說 我們就割出牙齦步 阿你有什麼 你就跟我說一說 雖然不會幫他解決 這個括號 他不會說出來 那你幫我說一說嘛 然後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嘛 你不要來抗議好不好啊 這樣子 因為其實台灣 特別的地方就是 像剛剛老闆有跟我們說 就是 在台灣 警察跟人民之間的關係 不像歐美國家 西方國家就是很 敬畏分明的對立 因為畢竟 在西方國家的歷史裡面 國家很明確的是 人民對立的 那個青海的目標 可是在亞洲其實沒有 因為不是同樣 一模一樣的歷史進程 所以其實 在警察跟人民之間的關係 混沌不清 那台灣混沌不清的方式 就是說 派出所其實 這樣的機構 這樣的機構在台灣的社區裡面 跟社區的關係非常緊密 因為畢竟 一個社區裡面 互相人都認識 那他只要用人情 用我認識 用小學同學的弟弟 的媽媽的爸爸之類的 這樣子的關係 互相 只要他們能夠透過 這樣人情的關係去 進行一些 進行一些 互相協商的話 那其實往往 這些關係 就可以把一切的問題 都解決掉了 那這個大概是台灣的 這個狀況 那台灣其實這個派出所 的制度 從日本實在開始 那 而且 因為這個派出所很深入 於每個社區裡面 他們都 就是每個社區都很深入 因為透過這些 淋漓 或者是 或是親戚的關係 而 和互相很熟知 那其實 大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不用那麼快 就動用到 這麼強硬的法令 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壞處 就是 我只要有關係 那我什麼都沒有關係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好 最後一個保聖經的問題就是 我要舉個例子 就是 在去年 就是2014年的時候 地方選舉 那時候的台北市 由 盛文 跟文哲 競選的時候 盛文他家 非常的有錢 所以盛文呢 就把台北市 重要的幾個地方的 集會遊行的 場地 全部預先申請下來 那 本來申請下來 其實申請完 呃 在目前狀況下 申請一個集會遊行 他必須要跑好幾個地方 他要去跟警察局 申請 我要那個 我要集會遊行 然後 那還要去台北 譬如說 台北市就是要去新公處 然後更新公處 交一筆錢 保證說 我用這個場地 然後我會 就是這個 這個錢是在 譬如說 如果你有破壞什麼東西 他會被沒收 如果你沒有的話 就還給你這樣子 那只是 他還給你的時間 大概是你 這個集會遊行結束後 三四個禮拜 然後 而且因為 由於地方可能很大 所以說 他的一筆錢 可能都要好幾萬這樣 聖文 聖文覺得好幾萬 那三小啊 我這麼有錢 這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把我全部拿下來 就把所有的地方點都拿下來 就可以 就可以很和諧的開聖文的 晚會 可是 就是他的敵對對手的話 可能就是 就比較窮困 然後 幾萬元的周轉 其實對 尤其對很多攝影團體來說 都非常非常的困難 而且你 三四個月之後才還給我 啊我是要 怎麼交代 怎麼跟那個借我錢人交代說 我三四個月之後才能還給你 因為那個時候我錢還沒有被政府和回來 所以說其實 透過保證金的制度其實很 很 很快的就可以讓那些 比較窮的 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雄厚社會資本的人 立刻就從這個申請的 申請的資格裡面被淘汰掉 好 好不容易我們電話 跟前面從頭難關 我們可以去抗議了 那 抗議的時候 我們 站著 然後我們 越來越往前 往前之後 我們全部坐下 然後結果 可能因為我們的 訴求過 可能因為我們的訴求太強烈 結果這個時候警察就全部來了 然後 警察可能 長官說的 小小聲說 這個透過一些溝通 然後他接到的命令說 把這些人全部清掉 好 就清掉了 所以說警察可以抬人了 那 譬如說抬人的時候 可能會建議說大家 躺下 然後手握手 然後可能 學生幫忙啊 可能之類的 可是不論你怎麼抵抗你 一定會被抬走的 因為警察人就是會 在 警察操作這個現場的時候 他大概都會 以一到兩倍於 現場群眾的 至少一到兩倍的 警力去 對這些現場人 然後因為 反正人數多 要清起來就是比較快 所以說 人 到最後一定會清走 然後清走之後 他們 現在的做法大概就是 會開一輛紙背車 紙背車 然後就把所有人 全部丟上去了 那丟上去之後 然後 通常這時候 就是 像我們會建議他 說在那個時候 就休息啦 就是 好啦 就是 在現場 因為在那個時候 其實就只有警察 也沒有其他機關 那我們 我們要說什麼訴求 大家也不會聽到 那就休息吧 然後 這個時候 因為以前曾經發生過 有一些 有那個 抗爭者 在這個時候 居然開始討論起 我們現在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 然後隔壁就有他的警察 然後我們在那邊洩漏我們 接下來要做些什麼動作 給警察聽 所以說 警察開心 因為我們根本不需要收 這旁邊就跟我們講 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太棒了 所以就是千萬不要在警備 在那邊討論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 就睡覺 然後 然後 對 因為丟包的時候 像 譬如說 南港的很荒涼這些地方 就是台北交通比較不方便 以台北為例 就是交通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他把你丟在那邊 然後你就會變回家有點困難 所以這個時候 抗爭的時候 我的建議的裝備就是 就是 鞋子 然後如果穿裙子 人家小心 就是最好不要穿裙子 因為很容易被卡到 然後 然後 布鞋 然後 然後 褲裝 然後 只要帶一些錢跟水 這樣就好 然後不要帶太多的東西 譬如說 不然你在拉扯直接 你會弄爆 你會壞掉的 好 大概就是這樣的狀況 那 好剛剛這個是抗爭者的裝備如何 可是 之所以 警察會採取這樣子 把人全部送上警備車 然後丟到荒郊野外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 這個 其實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執法狀態 就是 通常警察在執行 刑事偵查的時候 刑事偵查有一個目的就是 他要收到證據 然後收到這些證據之後 送到法院 他才有辦法當成 法院上面繼續打 給警察官 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有證據 才能夠證明事實 可是 在集會友情相反過來 因為集會友情他 他告你只是要嚇死你而已 他其實並不是重點 並不是 他重點並不是真的要 可能 真的要讓這個人定罪 所以他其實收證據 他會亂收一通 他會收很隨便 然後 也因此在 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他會常常會證據 亂七八糟這樣 這個是後悔 可以先等一下講 那其實 他們這樣做最主要命 就是因為收到了 更上級的命令 然後命令 其實要求他們把現場清空 他們目的只是要把人 從那個地方 拿走 讓那個地方 恢復安靜 恢復秩序 就這樣子 所以說 其實對他們來說 比較重要的是 就是不把你人抓走 也因此他們常常在這個時候 抓的時候 因為要警察 基本上執法 必須要有任何的法律理由 當作他有合理懷疑 或是偵查的時候的法律依據 可是 在習慧有刑的時候 其實往往 是警察把你人抓到之後 然後他才回去翻法條 說要求我 法條到底是什麼 然後所以像 韓伯的嗨立子功能之後 可能是那個時候 他們正好翻到了廢棄物清理法 所以才變廢棄物清理法 並且我們可以合理懷疑 因為雖然前期 抽菸的人很多 所以 我們可以合理懷疑 中一天可能 煙蓋防治法也會被用上來 那當然就是 其實 法律這麼多 那警察要翻 就是慢慢翻 反正總可以挑到 看起來好像可以用的東西 那就可以拿人用 先把人 先把人送走了再說 然後有時候 他們可能真的翻不到 核適的法條警察 就會覺得 我們也不是故意的啦 我們就各退步嘛 你就可以回家 不要爆門 就是 也不是啦 就是他不會這樣子 他會說 你也不要繼續申訴什麼 我就直接放你回去嘛 然後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 就只是 要你回家嗎 為你安全嗎 大概這樣子的方式 就 在真的是找不到 可以 移送的時候 就會大概是這樣處理 喔 而且 其實 通常會被抓進警局的 都是幾個 比較有名的領頭人物 那其實 一般的群眾 可能在警察的 就警察自己沒有列 他們有名單 那可能不在這名單上 比較路人的人 可能就是直接 丟爆掉 就這樣子處理掉 好 這個 你被丟爆之後 你回家 結果發現 船票來了 就是 開始對你事後的追溯了 那 在現目前的集會友情署上 有首謀 就是 首謀意思就是 就是 發起這個運動人 那其實實務上 早發非常的荒謬 就是 然後這麥克風那傢伙 八成就是首謀 那個 有名的幾個傢伙 八成就是首謀 呃 首謀定義 其實非常的 首謀 其實在法律上 本來就沒有定義 然後招財又非常的隨便 所以說其實 在新的修法裡面 首謀完全被廢掉 那 可喜可賀的 一些小事情 那我們就省略 大概這樣講的首謀 那 呃 妨害公務其實是最新的 因為妨害公務是刑罰135條 那 這個法條是最新的 被用來 在事後 譬如說 送你傳票的時候 還有一個理由 大概就是妨害公務了 那大概狀況是怎麼樣 我等一下會說明一下 那幫我起訴就是 因為 剛剛不是說 就是搜證的時候 都會 其實都亂搜 所以說他亂搜的時候 他就 ABCDE五個人 他可能在影片沒有多少看到 那他就把 ABCDE五個人都移送檢察官 檢察官 常常也沒有在看證據 譬如說 那個看驗的錄影帶 錄影 錄影帶光碟 他可能也沒看 然後就直接好 ABCDE出現是不是 ABCDE全部起訴 即使在後面 審判的時候會發現 因為 證據基本上要列個清單嘛 然後列出說 A出現在3分 3分10秒到3分18秒的時候 做了某個動作 然後B做了 在5分17秒到5分18秒的時候 做了某個動作 可是其實 這個案件 這個 陳抗案件常常會 沒有這個清單 因為他就一起 把這5個人 當作一個 共同體 他們一定會共犯 他們既然都一起去了 他們一定是共犯的啦 就把他們一起起訴 即使ABCDE可能 剛好在那個場合 才第一次碰面 他們也會 有可能 覺得他們5個人的行為 都夠重的話 就直接把他們一起起訴了 那當然這在刑事輸送法上面 是非常不合理的一個起訴方式 可是食物 基本上運作就是這樣 運作起來 而且是順的啦 好 那 不會在告人民嗎 可是人民 人民有時候會告國家 其實通常是不會告 因為 畢竟一來是資源差太多 二來是其實 尤其是這些人民可能是 他的日常生活跟我沒空 去跟國家糾纏這些事情 所以 其實一直以來 最有名的 人民告國家事件 就是在318那陣子的時候 3月24號 衝行政院 然後結果被警察 派遣幫這個事情 那 其實這個非常不是 就是 其實 譬如說照片都有照到警察是誰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警察 不論拿出什麼樣的理由 他們其實 說了什麼樣的理由 其實背後就是 我們反正不想查 不管你們拿出了什麼樣的證據 那 這其實跟警察體系本身 譬 譬如他們就是 議題的命令下來之後 繼續做事情 那 可能 那個上級的方針就會決定好 所以說 他可能不會去繼續就責 而且本身 另外一些警察本身 他們的監督系統 也會有很大問題 他們其實一直都 然後很內部的 警察的體制內部都很封閉 那外界其實不太能夠去監督到內部的這種 這種 這種 呃 需要追究的事情 所以說 呃 民間其實會希望說 警察在 目前警察的那個 外觀上面 就是如果想要指認他們 因為其實三二四的避子就很明顯 我們想要指證某個人 我們 我們即使 他的照片超級清楚 人臉都可以比最寸 可是如果 我們沒辦法把他指明到現在說 就是某 某假的話 很顯然 這個效果就是非常的差 所以說 民間會希望說 警察的制服上面 可以加上 秀上的名牌 那這個名牌 呃 希望可以就是比照 像替代一樣 就是 替代一群人都會秀名牌 名牌 或是 那個 那個是張吧 就是那種避章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 因為現在的警察 只會有一個避章 那避章上面 避章 避章大概就是手長這樣大小 那其實最大是徽章嘛 然後再來是他 哪個地方的 台北市政法之類的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編號 然後編號就還其實非常的小 所以說 如果我們要指認的話 往往都非常困難 那再加上其實 集會友情也不 就是不 這種案例多的是就是 在集會友情的時候 他穿了證報的第一封 然後證報一可能 他就把那個號碼遮起來 不然就是因為 證報一的號碼 其實是代表說 那個證報一本身 他是證報一的編號 他不是人的編號 所以就是 他是裝備編號 所以只是裝備在 登記的時候 那每個人登記 他用了哪一個號碼 那其實 並不會 並沒有跟 其實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有人的啦 就是可以 從用了100號衣服的人 是牟夾 那可是 當然他可以把這個 他可能更沒登記 或是他亂登記 或是他 反正他不想掉這個資料 他就是可以不用掉 那警察 所以說警察的 如果想要救 我們警察 因為對人民的執法過當 然後人民想要去追溯這樣的問題 變成非常困難的 原因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用剛剛那個 永光瑜的 海底斯工人的抗爭 為例子 那 海底斯工人在抗爭之後 他們就被 用廢棄物清理法 跟那個 違反社會 繼續維護法 的 名義 然後 廢棄物清理法 的時候被逮捕 社會維護法的時候 是被做成 用這個 社違法做成一個 處分 就是 就是 韓國倫動以後 不准再入境台灣這樣子 那 他們當初 喔 然後如果 有些人在那個 被逮捕 在被法院逮捕之後 他可能 那個 他會被 就是徵訊後放回 那放回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要求 譬如說 不准你 你不准公開發言 你不准坐在計程會 免得 他會把你這當人是是生非 不過你可是其實 這是你自己的權利 那你為什麼 不可以 他會就是不合理的 可以限制到你的基本的權利 好 然後 然後 海底子工人的案件裡面 昨天的時候 召開了延遲辯論 那就是 海底子工人因為 為了救那個 出國的這個 不准入境的處分 這個處分 他想要 韓國倫想要 就這個處分去救急 所以他就告了 移民署 可是因為 海底子工人每次要來的時候 都被移民署擋著 說你們禁止入國 也就是說被告一直都被原告 欸 原告一直被被告擋著 就是不能入境 那 昨天開庭的時候 就是 移民署那邊 法庭上 被告跟原告會做兩邊嗎 啊 原告那邊有人 被告那邊完全沒有人 然後言辭辯論的時候 就是 法官就問說 那個原告 因為原告只有代收 由台群會代收嗎 啊 你們有沒有代收 你們有沒有收到 寄給你們要開庭的通知啊 啊有 好 那原告這樣是無故不出席 那 其實這個無故 的無故 是由疾病署造成 這個 不准 欸 這個 強制 這個驅逐出境 然後不准再入國的處分 而造成的 所以這是無故嗎 我們當場覺得非常驚訝 那 開庭完之後就是 所以就 法官就問完了 移民署 就是 移民署會 就是會答辯嘛 那他問完他的意見之後 然後就 散會 然後就八分鐘 法庭就結束了 就是 也是個人 就看過最快的紀錄 因為通常 延遲變得至少 好歹最短 也要個半小時吧 八分鐘就結束了 真的太棒了 只要我們可以把 原告搞掉的話 原告不是在廠商那種 馬上就可以結束開庭 那 法官就去休息了 太棒了 好 那我剛剛 就是拉力拉扎的跑完 大概實際上 會發生的案例是 就是一個 集會友情的 發生過程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說大家應該也知道 就是裡面會有 非常多機車法律 那我們就是希望 可以就這些機車法律 去修法 好那第一個就是 剛剛一直在聽到 集會友情把這個東西 那 他的出現其實就是解嚴之後 那 國民黨政府非常的 想要放範 就是 未來會發生的各種政治活動 所以他就 預先立一個三部法律 一個叫集會友情法 一個叫人民團體法 另外一個叫做國土安全法 那國土安全法 大致是對於 就是山林之間的規定 所以就是 其實大部分都 原住民住的這些地方 那他對那邊的 進出山林 有一些很 就是很麻煩 然後很 其實很死板的僵化的管制 那 人民團體法的話 就是對於人民團體的成立 有一些 有一些要求 那其實 也是 也是不合理的限制到人民 集會結社自由 這也是憲法規定的權利 那只是我們今天要 主要說的是集會友情法 因為集會友情法 最受到矚目的原因 就是因為 其實幾年前 幾年前就開始發生的 各種社會運動裡面 往往對於人民的 這個限制 然後造成最多衝突場面 就是由集會友情法 所達到的 那集會友情法 他本身有刑法 刑法跟行政法的 的條文 那行政法的話 就譬如說 你太大聲的話 會罰你 你 你那個東西 好像你是東西 東西沒有被 製造垃圾不收拾 你是被罰你 那 最詭異的就是 他對 還有刑罰的效果 他說 第一個二十九條 就是守謀的規定 就是 如果你被認定為守謀 那你就會被 然後你在 被主管的機關命令 然後又不解散的時候 你就守謀 會被罰 兩年一下的有期徒刑 第三十條是 有點類似 不是類似 他就是 毀謀或是 毀謀或是 無入公署 毀謀或無入 執行那個 集會有行的 場合的公務員的話 你會被處 兩年下有期徒刑 或是 六萬下的法金 那第三項 第三項是說 違反禁制序 也就是說你在 被規定是禁制序的地方 抗議的話 你就會被處 兩年下有期徒刑 或三萬下的法金 好 那 警政署 有可能也會說 每年我們送 集會有行法的人 才幾件 你們為什麼那麼激動呢 其實 他這樣說的 數據上來看 確實是滿少的 因為剛剛一開始 看到那個 每年有千件的這種規模 集會有行事件裡面 會不會集會有行 逮捕 集會有法逮捕 然後送 移送的數量 其實只有幾十件 然後在 尤其一百 在一百年左右 更下降到只有十件以下 那 在 兩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 什麼就是 認定法 就是 集會有行法在判決裡面 解釋起來都會 法官都會亂 可以說會亂講一通 就是 隨便講講就是 講跟沒講一樣的 理論上法條跟 涵涉完事實 然後才可以 才可以說 所以我的結論怎麼樣 那可是其實 法官在這個過程裡面 是否搞一通 就是因為你有 所以你就會有代價 那等到2002年的時候 終於 法官就是 在那個會 因為警察有全命令解散 那他會命令解散 所以 終於看了 就是你的命令解散 有沒有做的 有沒有 就是 有沒有做出 做好那個刑事 就是 這個是刑事就是說 你 現在那個 目前狀況就是 會舉一個違法行為的牌子 然後舉了三次 那這個刑事有做完 在2000年的時候 大概就是合法 然後等到2006年的時候 終於在 舉了三次 還不夠 因為有可能 警察第一次舉牌 五秒後 就第二次舉牌 第三次舉牌 再五秒後 然後他就說 在這十秒之中 我完成了我的舉牌 所以說我已經 打開我命令解散 你們還不解散 那你們這些全部打 全部打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那其實 你的三次間隔 理論上 應該是有一個警告效果 那你的警告效果 都還沒出來 那你五秒後 就開始舉牌的話 其實那就是 就是 那你這個舉牌 到底是 為了什麼樣的目的呢 只是為了達成 那個形式上 我做好我的 要件 所以我就開始 把你們清走 那 2008年的時候 那個野草莓 野草莓基本上就是 就是 總之這個時候 也是 以學生 在中紀念堂 抗議 那 那個時候有對於 那個集會有行 馬應該要刪掉 做出呼籲 那 2014年的時候 4-7-8號 終於對 那個緊急性 跟偶發性的集會 緊急性的意思在 那個官方的 就是警政處的解釋說 時間上有急迫性 偶發性集會 意思就是說沒有手 就是譬如說一群路過 這樣子叫做偶發性的集會 那 這兩種集會有 集會 集會有行的形式 不應該 像那個集會有行法規定說 也要報備 不然是違法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 是基本上的違法 可是因為 這個 市制其實把 其實把 只是把這個 就是時間上很緊急的 的這種集會有行 給排除掉 適用於許可制 可是整個許可制 其實還是照樣子的運作的話 對於現狀的改變 其實是不太大的 也就是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很多的法 法律意見 會嘲笑他 其實是個微小的 微小的小確幸 你那個解釋 其實做跟沒做一樣 你只是在宣誓說 有一個小小的 有一個 集會有行法有個小小的漏洞 可是其實整個 集會有行法本身的 許可的問題 其實還是存在的 那目前 目前的話 新的政府就開始 對集會有行法修法 提了六個版本 那其實是 那個比較的 表格 那最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是 你提就是 這個表格裡面的 左邊那個行政委版 跟右邊 政立軍委員的版本 那政立軍委員的版本 他提的時候 大部分的參考在 剛剛說 2008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 有一群法律學 法律學者 他們寫了一個 民間版的意見 那 大部分被 政立軍委員採用 那其實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許可知這件事情在 那個 政立軍委員的版本裡面 全部被廢掉了 然後 另外最重要的事情 是主管機關 改成 從原本的警察 機關改成 那個 中央是內政部 那地方是縣市政府 意思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 不要 不應該再讓警察 一直用這種 就是跟 集會有些很 疑似的 方式去執法 而應該把這個 關於政治 政治訴求上面的 政治責任 由這個 更上層的地方 政府 還是中央 內政部 來擔 這個政治責任 然後 而且另外一方面 好處也是說 在那個 前面 因為廢掉許可知 會變成報備制 那報備的時候 可能會有 一個地方可能會 有兩個團體來 來申請的時候 這個時候可能需要一些協商 那 警察其實做這個協商的話 他們可能 需要 需要的 不只是他們可能做不來 可能是因為就是 入權 譬如說入理的問題 可能還要需要其他的單位協助 那 有更上面的機關來從從 這件事情其實是比較 比較合理的啦 好 那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剛剛有稍微提到 就是制服上面 希望警察可以有 至少在擊破遊行的場合 裡面可以有 名字的標示 不過當然也是 受到了警政署 極為強力的反彈啊 他們說的理由是因為 我們會做很大塊的名牌喔 但是這樣的話 輪掉的話 我們就會來不及這樣 遠景帶上名牌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奇怪的理由 好 那其實 連行政員版自己也同意說 集會有刑法 應該要把刑罰的 刑罰的效果全部都廢掉 所以其實 大概算是一個共識啦 就是 我們不應該再用這個 其實 是普通法 其實是比較普通的法律 來限制到 就是 用一個這麼強烈的效果 來限制人民的權利 好 那 因為基本上就是有行政員版 跟政立局委員版本 兩個協商嘛 那 目前的狀況就是 已經 因為是內政委員會審 那個 草案 那把草案的文字大概寫好之後 就送出了委員會 然後 接下來經過草野協商之後 再送進院會 然後二讀三讀之後 這個新的法律就可以通過了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什麼 許可是可以完全不用理他的 太棒了 媽 因為目前 其實有個問題就是 第五條的安全距離 跟第十七條的命令解釋 不是命令解釋 我寫錯了 現在名字叫做強制排除 這兩個法律留下來 那什麼是安全距離呢 其實就是禁制區嘛 只不過是換了一個安全距離的名字而已 那 大家其實距離從 剛剛 宗里也有說就是 譬如說 不是屁股 就那個時候 舊法就是全部都三百公尺 那 在新法的時候 從 不一樣的地方 是有 不一樣的長度 大概是五百 五十到一百五啦 可是 還蠻糟糕的事情是 舊法裡面寫的各種地方 在新法不僅全部都留下來 而且還多了三個新的小地點 所以呢 民間 民間當然覺得還蠻活大的 就是 這個其實還 其實跟以前還不是 就是 這點跟以前都一樣 而且 再配合上第十七條的話 第十七條新的這個強制排除 那 他的對象是針對 就是違反一些 就是暴力的行為出現的時候 或者是交通 交通太阻塞 然後 以至於 以至於整個交通停下來 然後我們疏導 警察疏 也不是警察 就是主管機關疏導之後 還是無效的話 那 這個時候 還有就是違反了 安全距離的條款的人 那 做一些行為的人 可以被強制排除 當然好 當然好處是 他不像以前 命令解散是針對整個集會有行的人群 他會把他全部解散掉 可是這個強制排除 如果再配合上前面這個 這個第五條的條文的話 其實 某些 就是今天有一群人 他們要去行政院抗議 他們全部都站在行政院50公尺以內的地方 所以他們全部都在安全距離裡面 然後他們就全部都被強制排除了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違反了安全距離的行為人 那就這個友情就結束了 所以說 其實 這個法律 儘管他有一些很蠻進步的 新的法律 把許可制廢掉 然後換了主管機關疏 可是如果這個留下來的話 對於一直以來現場所發生最多次的衝突 也就是在警察開始準備要驅離的 這個時候 然後抗爭者會跟警察發生衝突 這個地方的解決 其實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畢竟民間團體其實主張說 我們要讓 那個 換主管機關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不要有那個命令解散 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希望可以促進警方可以改進 他們一直以來面對警惠遊戲的方式 那目前其實 大家如果看過現場畫面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看出來就是 每一次只要有抗爭發生的時候 一定會有非常非常多的警察 會拿著盾牌 可能有地方沒拿盾牌 那有的會有 那反正一定會有很多警察 站在現場 站在一整排 然後每一個都在那邊 站著一直看著 其實像還沒有任何想要衝訊 或者是做出任何更進步行為的民眾 就兩方肝瞪眼這樣子 那其實上級每次都會派出這麼長的人籠 然後來現場這樣消耗這些 個別圓景的 基層圓景的 的職務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也是對於圓景本身來說 是非常嚴重的 勞動上面的傷害 因為他們 往往 譬如說318的時候 那基本上是全台灣的 好像是保安分隊 保安各分隊都會被輪掉上來 然後每一次都是大批大批的人 從台灣各地這樣子 輪掉下來輪掉下來輪掉下來 然後每個人都在那邊做大輪班 就是他們叫做大輪 大車輪之類 就是這個 蛤 總之就是 就是每個人都要聊 12小時這樣子的 非常長的公尺 那其實對於圓景來說 他們的勞動的權力其實非常大了 當然是超大侵害 我也是沒辦法講 就是 當然就是圓景的確定就是 對於上級的民眾非常的服從嘛 那 長官叫你輪你就給我輪 你不輪是不是 那就記你身戒 就是 記你幾隻 記你幾隻 記你幾隻什麼 什麼汙點 那那個 扣你一點薪水 那你就 你就會 大概就會趕快聽話 即使你自己心裡 真的不是很想聽話 那 還有剛剛說的這個 還有一個小細節 是 第十六朝在 本來想要客語的名牌園 被警政署可以說擋下來 那他們接下來要 演你比較細步的 譬如說要怎麼放大 他們的編號這件事情 那當然是 我們當然是不太期待 警政署可以做出 比現在那個手掌上面 小小的三個 大概指頭間三個字這樣子的 號碼再多大多少啦 非常的困難 好 那 當然 可是 畢竟如果我們把 剛剛這個拿掉 全部刑罰的這個法律 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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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法律 實行的話 那 其實對國家來說 他如果想要 他如果想要繼續追溯這些 抗爭者的話 他剩下的賭氣 其實就會集中在 刑罰 那刑罰目前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最常拿來用 就是一三五的 妨害公務 那 剛剛 其實說到玻璃心 剛剛有說到 就是公務員玻璃心 這件事情的理由 就是因為 公務的認定 在這個公務體系的玻璃心 這東西 其實是非常的容易 把所有的 只要公務員的所有行為 都叫做公務 譬如說 只是把欄杆放著 那 抗爭者可能去 搖到了這個欄杆 那你就妨礙到公務 這就是 滑光案 就是滑光的抗爭裡面 就是目前這幾個被告 所滅離的狀況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第二點就是 因為法條規定說 你的 那個 妨礙公務必須要用 強暴脅迫的手段 那 強暴脅迫在教科書上面 定義就是說 你必須要生理跟心理 都讓那個 當事人 都讓 都讓那個被害人 感覺到了 那個 有形的壓迫力的話 才算是強暴脅迫 那 因為 藍杆放著搖搖 就變成了 強暴脅迫 其實我們實在看不出來 那個 強暴脅迫到底 他的強制在哪裡 那 那 就是法院的認定 非常地致意啊 他完全沒有再仔細地解釋 比較強暴脅迫 過這件事情 好 那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有時候比較少啦 比135少很多 因為 可能 可能是因為形度比較輕的關係 那 五入公署 有時候會用不到 那五入公署 這個法條的問題是因為 比起 135 法條可能本身可以 本身存在 並沒有問題 可是是因為解釋 或是執行的時候 會亂說一通 那 140的問題是 這個法條本身 就非常地奇怪 140在保護的 他保護的東西 就是你不准五入公署嘛 就是你罵了公務員的話 就 那 可是 他保護的這個東西 基本上名譽 可是名譽在 個人法律之中 有意義的 原因我們可以想像 是因為某個人 他有個比較好的名聲的話 他在社會上的生活 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他可以 透過他的名聲 可能可以比較容易 譬如說 比較容易 獲得他人的信任 就是 一個名聲 對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 是有意義的 可是名聲對國家的機關 在社會生活中 有意義嗎 就是 警察這個無形的群體的名稱 是一個會在社會上生活的人嗎 或是 某個 虛公所 虛公所是一個人嗎 他需要在社會生活上 有一些 有一些 因為他的名聲 會有助於虛公所 在社會上存在的更好嗎 就是 因為國家 跟人民畢竟不一樣 那國家的名譽這件事情 跟人民的名譽這件事情 兩件事的性質 基本上不一樣 所以理論上 我們不應該就是 對於國家的名譽這件事情 有比較 比較特別的保護 其實140條這個法條本身的問題就在這邊 就是他想要保護的是國家的名譽 國家的名譽這個法 其實好像說不太過去 因為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保護的必要 好 那還有一個麻煩的東西 叫做社會資訊維護法 那社會資訊維護法是 以前叫做違警罰法 那它是一個寫了非常多細微的 細微的行為可能會被處罰 那因為它是行政法 所以它會處罰到的可能是 有一些會有三天的居留 那大部分是罰你罰你罰還這樣子 那可是它就留了非常多的 很奇怪的細小的行為 譬如說你搭計程車的時候 如果計程車司機跟你亂報仗 你又可能會 所以社會法就有法條規定這個行為 是不可以的 那你會受到一些法還獎 那大部分目前警察其實會覺得 連警察自己都會覺得社會法 有點煩的原因 是因為它只不過是一個 拿來充業績的時候 拿來用的東西而已 就是目前他們只會在 就是集中在性交易跟青少年的管制 然後還有賭博上面會用到這些法條 其他時候其實根本不用 所以像剛剛Hydie找到 好不容易找到社會法 裡面有個東西可以用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備用的工具箱 然後讓警察好不容易可以在裡面 找到一些可以用的東西 然後就拿來用 那當然其實很多學者的意見 是希望可以把這個法律這個刪掉 那可是也會有的人意見會認為說 如果我們一下就把它刪掉的話 那是不是警察可能就會放棄在 這個比較細微的社會秩序 無法找小的工具 它可能直接用更大的東西 譬如說剛剛的法外公布 就把所有人都用法外公布辦掉 那其實意見也還沒有一致 那是不是在集會有型的場合裡面 我們先處理42條跟85條 那這兩條就是 一個是想自通通到好就是覺得 警察在可能會覺得你有問題 那我等一下叫你給我來警察派出所 那你不來的話 我就發通支出要抓你喔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那85條就是非常輕的刑法135 就是也是一樣強暴脅迫 那還沒有達到刑法的程度 會用這個來罰你 那應該很累吧 我剛剛在那邊講這麼多法律的東西 可是其實在法律之外的事情 我們可以覺得比較 我們可以觀察在這整個警察 然後檢察官 然後法院的過程裡面 其實更重要的事情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是會整個在看待集會有型的這個態度 其實是對於集會有型更重要的事情 其實有時候譬如說 譬如說 那個官場工人在之前有 那個在台北車站握軌這件事情 那其實 我們還不需要看到警察他們之後 因為他們其實之後都沒有被起訴 那其實我們不需要看警察會怎麼 就是警察其實在那時候 比較是維持持續 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就是比較激烈的執法 那 我們就是看了會比較讓人 他比較讓人覺得恐怖的是 那時候的台北車站的旅客 因為 因為他們握軌嘛 那擋了所有的火車都霧點 那旅客就非常的不爽 那他就 就不時的會有那個旅客說 黏過去啊 好死啊大概這樣 就是 他甚至就是 其實 往往旁觀的群眾 他們這樣子的保守心態 對於 對於集會有型才是最為不利的 那個隱形的 死人在 死人在上街之前會想說 我這樣子是不是會讓別人覺得 我是個 我是個爛人 我是個 擾亂社會秩序的王八蛋 可是當這個人這樣開始想的時候 他就很有可能 因為這樣子的 心裡面的 心裡面自我 自我設限的這個機制 他就 他就 他就不使用這樣子的 手段 然後不使用 集會有型的權力 即使就是他自己可以用的權力 那其實 如何去讓社會更正式到說 集會有型是一個人民可以使用的權力 然後 並且如果在 在一個限度之內使用 他基本上是 才有辦法讓 就是很多 沒有辦法 例如說找不到 找不到金錢去解決問題 找不到 社會上的人脈 他可能沒有什麼資本去 解決他自己所遇到的問題 他只能靠 上街頭這樣子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方式的時候 那 我們還去阻斷這樣子 微小的道路的話 其實對之前來說 他就只能 就要去死 他就 他真的沒有別的方式 可以表達他的 他的問題 讓更多人 聽到他的 他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好 那最後 本分的最後也要寫 說如果你 真的以後要做下去的話 你可以參考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的團隊 太棒了 好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王熙的分享 現在是9點10分 所以我們大概還有20到30分鐘左右的時間 可以讓大家來做討論以及發問 那我想 剛剛提到非常多 有關於集會遊行的這個 不管是集有法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應該更 其實王熙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國安三法 其實 因為大部分在做的 你們應該都是 就是戒嚴以後的那個 這個 世代 那 其實在 過去當然有戒嚴法 那戒嚴之後呢 這個國安三法取代了過去的戒嚴法 那我自己非常 很有感覺就是說 這個不只是集有法 包含像人民團體法這些 都還非常有問題 然後限制人民結社的自由等 那當然 今天會比較聚焦在談集有法的部分 那剛剛也提到 幾個大的概念 包含說這個刑法 什麼樣的問題 或要回饋 來這邊有一位 我們還沒有其他的 我們再蒐集兩位的意見 有沒有 這邊有一位 好 還有沒有 不用客氣了 好 那沒關係先兩位 那我們一個人控制在 一分鐘左右 發言的時間 好不好 主持人好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 現在 現行法律層面 對於舉牌 剛剛提到的舉牌三次 是大家還蠻熟悉的 那也會有 聽到剛剛那個笑話 15秒內舉牌三次 那對於實際上舉牌的法律判例 什麼叫做合理的舉牌 間隔時間 然後還有所做的一些 他也有可能真的 是不是也有可能真的在說 他很合理的情況下 15秒內舉牌的三次 搞不好也有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安全距離 剛剛提到的安全距離 我個人的認知是會覺得說 無論是個人或是說機關 他都應該要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保障 人身安全保障還有他的設施的一些保障 你說保障那個機關 對對對 不論是實體還是虛擬 現在比較偏重於實體 對他建築會不會破搬之類的 對或是說後續的追究之類的 那剛剛我知道有沒有聽錯是說 我建議說安全距離這個要被完全廢除 對 那我會想了解一下 完全廢除的一些原因和理由 那還有剛剛最後一個提到的是那個 團體的一些 屬於機關團體的一些名譽 對 大家應該理解這個 我們應該沒有講歪 那 就我們 比較以公英的團體名譽來講 無論是從小到大讀過的國小 一直到就職的地方 他都可能會算是一個團體 那我們通常會對自己的職業或團體 都有所認同感 進而產生名譽 那 感覺好像不太適合你 團體或是說機關的名譽是沒有意義的 這件事情來解釋 只是說剛好碰到了政府和人民之間 這個微妙的關係 所以他不太適合這樣子去解釋 謝謝 謝謝 好 來 我們教練先來 就 呃 關於剛剛提到的那個警察 要不要標這個姓名 那那個警政署不是有點有時候 你這樣做太太麻煩 然後之類的 然後 那其實技術上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 比如說有防暴衣說會遮到免牌等等 備账等等 其實可以用切齒的防止處理 你如果 比如說每一個圓警 他有編號 你是什麼編號 都先印好 但是每次除任務之前先 到到當場機會 另外就是就是貼上去 這樣那 在沒有貼上去之前 人民可以視為他圖是一個圓警 不遵守他這個 強制處理 有一個 就是你法規如果是這樣定 那行政命令如果是這樣定的時候 也許技術上就可以解決掉說 他這個覺得說這個 你要弄非常好 要比較貼 要比較有陰涵的麻煩這件事情 這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用貼紙的概念 那另外 編號貼紙 對 編號貼紙 編號貼紙 這個也是一招 但是那個有可能會被塗掉 編號貼紙 那個有些是技術上要去試探 然後另外就是說 呃 有一個問題就是強制報廢字 因為那個時候 我記得 呃 馬英九 然後觀光民進黨也都支持 這馬爾改為報廢字 但是因為公民團體 就是票大總隊說 這個 他這種 這種類型的報廢字 會變成強制報廢 那 反而比現行的集合法 更倒退 對的那個潛質更大 那 其實相關的法理 變正在媒體上探討的 實在是非常的少 我只是 我那時候本來的這個消息 只知道說突然間 他就 就一夕時間 立法院就 就反了煞車 然後完全搞不清楚 然後媒體上也很少的人 去做深度的分析 那 不曉得說你們 這個 真正對這個法條 研究比較透徹的人 有沒有一些想法 好 就是 看看大家有誰 有 對這方面交流 這個 到底是不是真的 強制或有強制報廢的效果 等等 我們可以非常講一下 好 謝謝 不過警察現在本身制服就有備贈嗎 現在就是 警察本身就有備贈背號 現在都也 不管你是 在什麼樣子 只要是制服的警察 都有備贈 只是那個 備贈背號非常的小 不容易去辨識 所以那個姓名的部分是我們現在也正在阿Q的部分 就是 我講的是那個鎮暴衣 鎮暴衣 它一穿上去就全部都蓋住 對 這邊也有備贈 它那個盾牌都會擋住視線 偷胃也擋住 那是故意把它折掉 對 對那應該是故意 好 來我們請這個王希在做 好 就是 那我們一哥來吧 那個第一個舉牌的問題 那 因為是很還蠻細的法律結束 我就剛審閱 那 所謂合理的就是時間 那有可能 譬如說如果人群可能這樣子 那 他們可能 15秒如果想要 然後就解決到舉牌的話 那唯一有可能 這就是他們 他們可能就確保 就是1515秒 是充分的時間讓他們離開 那所謂合理的舉牌 也就是說 因為你舉牌就是要讓後面人看到 譬如說 如果現在有300個人在這邊 那我在那邊 自己給你舉了15秒 那可能只有前面的人知道說 阿 舉牌了 後面的人可能還更不知道 前面發生 就是前面你只有警察舉牌 那 這樣的話 對後 因為 他的送 就是法律上有送達的概念 你對後 就是 這個 這個人群的後半都沒有送達到 你只有送達到前面的人的話 那 然後這個時候 你說我完成舉牌 的話 對後面人來說 他根本不知道發生這件事情 那 這個時候就是不合理的舉牌 那所謂合理舉牌 就是理論上 你應該要 就是高 要舉高點 然後讓大家都看到 然後讓大家 確實的知道說 現在被舉了一次了 那 有充分的時間 譬如說 因為大家可能離開 有需要一段時間 那所以說 等到真的有一些 可能看到以前有動作的話 那可能可以算是一段合理的時間 那這個時候 因為還剩下很多 還沒有動的話 你再舉牌 那可能算是一個合理的舉牌方式 那 這是 就是 2006年之後 開始法院 他們去認定說 什麼叫合理 這樣子的 認定方法 大概是這樣的 好 然後第二個 安全的問題 安全距離啊 其實 所謂安全距離 在現行法的狀況下 就是 呃 用一個 比較 就是奇怪的 不是啊 就是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他像結界一樣 就是這個點 然後這個點 現在那百公尺嗎 那三百公尺都不准靠近 這就是安全距離的意思 那其實 這個問題 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三百公尺 鋼 譬如說鋼聰明說 他要去AIT抗議的話 他必須要走到 斯大夫中裡面 斯大夫中跟 斯大夫中跟 斯大夫中抗議對象 然後他可能在 斯大夫中海的老半天 那AIT也不會聽不到 那個 抗議的意見 所以其實 呃 安全距離最 嚴重的限制是說 他對 這個訴求的傳達 其實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那 呃目前有幾個 其實 呃我們會覺得 就是廢除可能 其實也有他的困難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總統府 因為總統府他 有很複雜 可是其實外人 可能也不太知道 有危安的問題 那還有一些特情條例 因為總統本身 他就有很複雜的 危安的狀況 那 呃他們可能需要一些 譬如真的發生問題的話 那個總統需要 去跟討難啊什麼的 那這些 這些就是估算的 逃走的時間 那就是說 國安單位 在這一次的修法 就非常的堅持 我一定要留下 三百公尺 那 雖然他最後會修到一百五 可是他們好像還是 不太滿意 就是這個很簡短的距離 因為他們還是會希望 可以留很長的時間 這樣他們的危安起來 比較 比較好作業 他們的就是 逃難 需要什麼 那其實這個 因為實務上其實在 總統府發生的 那個 旗會友情的事件算比較少 那 就是 雖然我們 在那個訴求上 會盡量喊到理想狀態 可是我們可以 比較 我們可以理解這樣的 的訴求 就是在實際上 把條件都不會通過啦 就是 想要把 那個總統府完全拿掉 安全距離是 可能不太可能 那 因為其實一起來 就是譬如說 有人去衝撞 總統府 可能都個人 如果之前有個開卡車 衝進總統府的 那這其實 就是 跟旗會友情實在有關係啊 就是他 這種突發事件 通常都是比較 就是可能是 就是 當那個 總統府的 國安 國安維護的問題 就可能跟旗會友情 不太有關係 那其實 好啦 我們旗會友情 可以接受一個範圍 可是 那其實 就是 也希望 國安大會可以正式的事情 問題常常都出在其他地方 就是 他們很擔心 譬如說 狙擊手 可是狙擊手要狙擊 因為畢竟槍可能 一公一千公尺 一千公尺的狙擊得到 啊 有沒有旗會友情 可能有什麼差別 那 其實這個問題就不太是 這個 旗會友情法可以處理 而且另外一方面 是因為旗會友情法 他 基本上 已經跟你講清楚 我們在保障的是 和平的旗會友情 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暴力行為的話 那就直接逮捕 就是 如果是 首先就是各種武器 其實 除了菜刀 之外 菜刀是名聲就名 那除此之外 大部分 大部分的 刀劍 各種的 十字弓這些 其實在警司徒都有管制 那 所以 理論上 一個人根本不太可能 可以有辦法隨身 吸在十字弓 所以 他根本不可能 在之後 拿十字弓上去 這種人 他應該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被警司徒抓到 因為你違法持有詳細 或者是 如果真的在那邊揍人的話 那就是 互相傷害罪 那就是 就抓走 就抓走 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不能 警政署非常害怕 會 一開放就 全部失去 可是其實各種的失去 都會有一些 其他法律可以出 所以就是覺得 你們要不要考慮一下 你們要審法 就是 可以不用每個都 規定在行政 在集會有審法裡面 然後 然後最後一個 有問題是 團體領域這件事 那就 我覺得應該 我講不太清楚 我當然完全同意了說 會有 譬如說公司 商會 他們公司 一個公司在做生意 這個公司的領域 對商業進行很重要 這件事 那 我指的團體的意思 其實是指說 就是國家 這個比較特別 他站在一個 有強制執行力的 甚至他是 唯一一個 可以合法融融武力的 這個 這個 特別的 體制 那這個體制 他的 他會需要一個名譽 來確保他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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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可以執行得好嗎 因為他其實 他本身的強制手段 都是合法的 那 他是不是 跟 可能公司的名譽 是個可以保護的東西 那國家的名譽 是什麼 都意思 就是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好 那 同學問一問 這樣可以嗎 還是你有 覺得 需要釐清的人 好 好 好 然後第二位的問題啊 貼紙這件事情 呃 我覺得 緊這時候在修法獲程做 其實他就已經就是 為了阻擋 自己不擇手段 就是各種奇怪的理由 就是他 他那時候一開始 在 反對這意見 他就只是說 我們從中會輪掉 啊 輪掉的時候會忘記拿名牌嗎 這樣 會 就讓我想說 啊所以你會忘記拿的名牌 是他是 他是鋼鐵人 他是鋼鐵人的衣服 為什麼會忘記拿啦 就是哪招啊 他不是只要做可能就是 一般上半圖在掛狗 這樣的東西 橫漆就夠啦 那當然貼紙也可能是一個 可以解決的方式 就是 雖然說貼紙也可能會吹走 那他可能會故意做很爛貼紙 然後吹走走 然後就沒有號碼 因為他不好 大概是這樣 就是 其實 要做 那我可以舉個例 就是 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 那個 不是 就是 就是 有在 說 就是 就是想要改革 那個警察的 的一些 的時候 他就說 希望可以 那個警察也開始配戴名牌 其實那時候也提過一次 那 一開始的時候 就什麼時候也是 下說一些東西 下說一些理由 那最後他又說 他就自動把名牌 這個東西曲解成警徽 然後他就開始研究 各國的警徽 然後最後他就 警政主就設計 做一個很大的警徽 然後他就說 大家警徽 的話 警察會受傷的啦 因為他在這種什麼的 然後最後再 大概過了三年之後 因為那時候 金融維基爆發的時候 金融維基爆發 現在機補好 就是做這個 需要成本實在太貴了 我們別看啦 然後 所以就是 2006年的時候 提的這個名牌的問題 就這樣子消失 消失不見 大概是這樣 那 呃 警政主提出來的 其實可能比較 比較正常點的理由 就是說 他們很害怕 很害怕說 執行的時候 會不會報復啦 那譬如說 他們常常面對黑道 那黑道會報復 報復之類的 那一來是 一來這個理由 其實也不太合理 原因是因為 其實黑道 他如果真的想找的話 那哪怕 就是 就算你每天明牌 他也可以找得到你好嗎 那第一方面是說 你可能在黑道 就是跟黑道 接觸的時候 你會很怕 那你這個時候遮 其實在 目前這個 集會友情團的草案裡面 並不是違法的 因為他 只刻意你在 集會友情團的 的時候 集會友情是常常 你在集會友情的時候 執行的 情務 你要那種一排 就這個時候 先這個時候 有這個義務就好了 所以你平常真的 超怕黑道 那你那個時候遮 就遮 沒關係 那個沒有違法 那 其實 像法官 現在法 就是法庭上法官 難怪說 有人在開庭的時候 他會有雲牌說他是誰 這個事情在開放的時候 其實法官也是有同樣的人 幹我們超怕被 我們超怕被報復的耶 我們就是被揍成犯之類的 可是 其實實際上 開放這件事情 然後放了雲牌以來 並沒有發生 類似的事情 其實 我自己再來就是這個意見 因為這個事關警察的意見 所以我去偷偷看警察的粉絲 那 他們就會說 就是 當然就是一片霸殺 你直接往那裡 你直接往那裡 你為什麼不知道放什麼名牌 你不知道喝名牌在自己頭上 什麼的 那 他們就會 比較冷靜一點 有就是說 他就說 他就舉了學長被 就是警察學長被尋仇例子 可是他的故事裡面 那個被洩漏的地方 是法院 沒有做好個資 他把被告的那個警察的地址寫出來 所以被訴訟 這跟女朋友有關係嗎 就是 其實 通常在洩漏 就是 一來是因為這個名字可以被公布 是因為這個時候這個名字在執行的是公 那這個 這個公布需要受到監督的話 我們需要找到執行的個人的話 我們有知道的名字 其實並不會 並不會對 並不至於造成隱私的侵犯 我們不一定知道這個名字背後 這個名字的人住在哪裡啊 他的電話號碼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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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關於那個 就是 名牌是不是 如果你不帶會有什麼效果 一來是因為 其實對於這個效果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 制服本身其實就可以 很蠻明顯的辨識出是警察 所以說 當然在 譬如說判骨罰在公共稅的時候 會判斷這個主觀賬命的意圖 就是這個行為 做出這個違反 違反法律員他的主觀賬圖是怎樣 那他在認定的時候 可能他看到 可能制服 制服就等於 可以讓人知道他是警察 這件事情可能會 法律上解釋上可能會 比較難說 喔你們 你們沒有放骨牌 就不是警察 這樣的 這樣的 抗辯可能會不太有效 然後另一方面是 就算我們真的希望可以這樣吸 一定會被打 一定會被打掉啊 就是把 就是在修法過程中 一定會被打掉 就是這個效果 好 最後一個問題是 強制報備 那 好 對我知道 就是 當然我們覺得 這個名字 這件事情 也可以解決 那個 一直以來 一直都有cosplay 警察做事情 就是 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 名字的話 其實就可以打去 我們可以去打去警察局 查證這個人 或是cosplay 可能根本就不會放鳴牌啊 那我們之後就可以知道說 根本沒有這個人 就是 只有 我們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設想 有可能可惜有助於 減少cosplay警察 假冒警察這種狀況 就是 就是 不為警方所接受就對了 就是 他本來是覺得非常 白色 好 那最後一個強制報備的問題 就是 剛剛 剛剛有列 就是各種提案 那 政治局委員的版本其實是 自願報備 意思就是說 你爽報來報 不報就報 那就沒事 就是這樣 那強制報備 就是說 其實 就是他用你一定要來報備 如果你不報備 還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的 其實跟以前的詢問其實沒有差別 只是他 不會再多一層審查而已 那 如果有些人他覺得 因為其實報備 在那個新的法律裡面 報備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優待給你 因為他想 就是畢竟還是被你希望活力來報備 那只是你不報備的話 你可能享受不到這些優待 那所謂這些優待就是說 譬如說你覺得 你有需要維護 維護秩序 或是你覺得 可能有同個場地 有不同的人 在同個時段的地點的話 那需要一些實驗商 那這些可能政府可以 就主管計劃可以幫忙 那如果你覺得 我今天這個遊行 也不會需要 也沒有很多人啊 不需要檢查來幫忙什麼東西啊 也不需要 那個縣市政府幫忙洗澡什麼啊 我就 來一來就走一走 就這樣啊 就我沒有需要這些 那些額外的優待的幫忙的話 那我就不用報備 那 新法持委到現在也是朝這個方向 就是報備不會怎樣 他報的話可以有些好處 大概是這樣子 那搶制報備就是 你不來報的話 他一樣是把你解散掉 他其實對以前一樣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時候反對這個修法 因為一個民主隊 派了一個民主隊 這樣子是報的 會比現在法律報備還可以 其實應該差不多啦 好 對 可是狀況一樣 你這個名字 你就自稱自己 我沒有在許可了 其實 對啊 這是真眼熟瞎話 確實 好 還有多少時間 好 時間有點超過 我們最後有沒有人 他有什麼問題 還是想要提出來 我們告訴你 其實 其實 他現在說 這麼多有一個問題 所以 其實我個人 我贊成 沒有 是沒有 因為外國 我也看到 我相信之前 我也看到 外國人 外國的 警察 他其實是 穿類似 背心類似那一類 其實他前後的標示 那個編號是很清楚的 就台灣做得到 但是我 我以實務來講 台灣的警察 其實他的目的 就是要 在整個過程 剛剛說舉牌 舉牌三不定 他也沒有舉牌 三四就直接 對你們 就直接行動啦 啊 還有一點 他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談 談論熟 我們以 我 我們跟在華盧之遊 我們在 那時候去 苗栄縣政府抗議 明明在代表 就是 黃光那個 吳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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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是總指揮 但是那一天 成了一點兒去 他就是要 就是要 搞成了一點 就 其實在搞那一天 成了一點沒有被他搞成 因為我剛好在旁邊 我下去救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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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小星你不知道 小星就 就 他警察就用那一種招數 他先第一層人把你架數 然後當他動手的時候 第二層人第三層回數 我們 連看到誰動手 幾乎都沒有 而且 如果人家拍也拍不到 因為 外面流量 在裡面 就被 被打的亂七八糟 其實警察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方式是說 你常常聽到他講喔 小心小心 怎麼樣怎麼樣 那嘴巴小心 其實他旁邊的人 比如說我是警察 我跟你講小心 記得 你旁邊有另外警察 故意推你 串你 讓你往前倒 然後說你攻擊警察 就妨礙公務怎麼樣 反正他很多招數啦 還有他很多情況 你也知道 他會把人先抓走 他還有 反正事後沒有辦法追究 都沒有關係 那只要打到他的論理就好 好 我們很糟糕的是說 張總統不當的作為 包括 包括行政內內 三號四 三號四 我們到目前為止 到包括之前 沒有 我沒有看到 任何一場運動 警察有被追究 到目前為止 我都沒有追到班 從我 1988年 我第一次 1988年 1987以後 我第一次上街到現在 沒有一個人被追究啊 對不對 然後他也是用集合法 他現在最流行的是 要用行法來妨礙公務嘛 我認為重點要 要在某些追究 你要對等 我們可以承受那些 我說違法也好 其實這些看一看 然後到現場衝動什麼都忘了 那沒關係 我們願意上 在第一現場 我們願意去承擔 那是相對的 你警察你不當的 你要出來承擔啊 不能完全不對等啊 他很多違法他也都亂搞 然後他也從來沒有被追究啊 就是我 我這 這這麼多 多久了 你看 二三四年 我 從以前 借你以後到現在 我所 聽到所面臨的 其實我們 我們 你說齁 你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穿戲 我 這個很多事情看得 尤其現在 嗯 現在我們很 你知道我被暴力嗎 我現在 其實我剛剛開頭 我有講 我做不到 原因就是 他們都單畫面 在對我們 在暴力 我們之前 我們以前還有 我們還 還有被幹回去 現在沒有啊 但是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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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我真的 現在這種方式 不一定 可能比我們以前 我真的還有 有點效果 效果好像更好 那引起了那個 注意力全國的關注度更高 但相對的我們在整個 留期規則 要建立一個雙方對等的 方式嘛 我們願意承擔 但是警察 你違法 你要出來承擔啊 這是我的感想 好 謝謝你 這個是加倫大學的 一路走來的感想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什麼問題 在這邊 我偷偷 偷偷講一下一下 嗯 我 我主要對於 對於 警察要不要掛狗牌 這個事情 我要再講一下 就是 其實 不管掛 不管你掛的是 編號還是狗牌 其實 有一個最大正經理 編排 不要叫狗牌 好 就是不管他上面掛了什麼 可以代表他的東西 你掛到警察署之後 他怎樣 都可以把你高官相互搞掉 就是 就是 你今天不管是 還是 就像你拿給 包哈式噴八字 一道行那時候裡面 還是都會錯掉 我覺得這是 最根本的問題 像是 我們現在法律來討論的話 像 什麼 台北某訪訓部分局長 請你去 去裡面喝茶 那一種事情 那個我覺得 根本 就是這些 法理外的事情 我們很難用法律的討論 去把它解決掉 那我們實務上 加油 謝謝 結論就是這樣子 你說的結論 對啊就是 其實 其實法律其實有不好的事情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事情是在一起的 就是 我們當然 就是現在的話 我們會預期說 其實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做到 有辦法對警察追究 然後有辦法 我們甚至可以不用名牌 只要號碼 就有辦法啟動警察追究程序 那其實是需要 把警察整個形式的改革 那這實在是太困難了 而且 像台灣的狀況就是 警察是一直都有警專 然後警校警專家的系統出來 其實警察整個系統都是 他們自己有一套的規則 然後這個規則 呃 我的前線是 許仁說一個 警察 警察法的研究的 學生 那 有人說他在寫他論文 是關於那個抗爭的時候 跟警察對抗爭的事情 那他去 他為了找資料 然後去 就去了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去了警 就去了警大 那 首先是他在這個資料裡面 看到的時候 他覺得 他說他忍不住要去犯下 看出版日期 出版日期是2000年喔 因為他寫的 那個書裡面寫的語氣 就跟那個戒嚴實習的時候 一直在說 民進黨都是判老分子 然後民進黨都是刪動 就是刪破這樣子的語氣 直到現在出版書 他還這樣寫 就 其實警察內部一直都會有這種培養 就是 只要那個 只要那個翻動秩序 只要爆灌的那些人 都是 都是我們的敵人 這樣子的意識 其實這種惡言對立的 敵我意識 其實警察系統一直在培養 那 可以說台灣的所有人 所有的警察學的學生 警察 警察學的學生 沒有一個 是 有所謂進步思想 雖然我還不太想要進步這次 可是就是 沒有任何一個具有更開放思想的 警察 學者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會讓 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點 就是可以看到 呃 還有就是 人說我就是我的前所 所以他去 他去警大找資料 那 他只要一進去 所有的警大師 都會跟他行李這樣 就是 就是 因為他有警警大的話 如果學生是要穿刺服 那只要沒有穿刺服 穿便服 一定都是 一定都是很多長官 都老實 所以就 他們就誤認為人數是 他們老實就全部都敬明 是不是人數 只不過是個 研究生而已 就是 對啊就是 這種服從跟 就是 整個 整個 敵我意識的培養 這個過程 其實還蠻需要 是很需要 民族 就是需要民族化的 改革去 不然要是這樣 繼續走下去的話 那警察這個系統 就一直 活在那個 古老的戒嚴時期的 的下 的方式下去 也不是辦法 那其實 這個永遠服從 他永遠辦法反抗 最明顯的一個問題 其實就反映在 警察自身 他們如果要爭取 他們的勞動權利的話 非常困難 他根本不知道 我們可以 對長官有提出 異議的權利 或是知道 長官叫我去死啊 去死 就這樣就結束了 大概是這樣啦 李大哥剛剛 就是他也說 就是 其實警察會 常常會搞一些 神秘小動作 這些 因為警察其實 理論上要穿制服 然後如果你要穿 如果你是便衣刑警的話 你被邀人民要求 你就應該要出示你的警徽 可是 已經有太多的例子 就是他就算出示警徽 他把名字遮起來 這種事情 或者是他根本不出示警徽 就是說 我不是警察 我不是啊 然後可是他其實就是警察 然後穿制服 他就做一些搜證 甚至是這種 就是 故意激化 故意激發一些衝突 然後讓警察 還要把這些清除的問題 那 對 這個 就是如果想要根本的改變這一切的話 還是 需要警政改革這件事 可是警政改革 是你從民進黨上台 民進黨 2000 2001次上台 就喊了四個多年 還是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其實是 慢慢的長路 那 對 關於那叫什麼 正包衣的 標示的問題啊 因為其實 國外有辦法做到就是 正包衣一人一套 那他可能每個人有個別的裝備 所以他可以寫他的名字 那我們可以想見 警察的 基層連結可能根本沒這個資源吧 根本沒辦法做到每個人一套 一定是不是輪流穿啊 然後可能穿過來不換之類的 就是 所以可能才會變成這樣 就是可能那邊耗神的人 就是隨便編 然後可能只能編衣服 不能編到人之類的 那 大概就是這樣 好 好 謝謝王希 那我想說 我們大概時間上關於 我要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 其實 還有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在這本手冊上 你也可以找到相關的一些參考 他有非常 我覺得他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因為 裡面很多問題 也都是我曾經自己的親身遇到過的 那 今天 我可能會現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大家 大家如果還要私下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我們還可以再做一些交流 也都沒有問題 尤其 我想大家對警察的這個權力 非常有高度的興趣的樣子 那 其實 我覺得我們台灣在改革的工作 沒有馬上就可以改革成功 從來都不是這樣 那不管是司法改革 現在你看到警察的改革 尤其是教育方面 警察的整體的教育人制度 其實缺乏了很多 有關於基本人權的內涵在裡面 那 其實也有很多人都說 我們這些做運動的搞 都只講人權 其實好像 好像我們就是講人權是 講到最大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談的是一個基本的人權 也就是說 作為一個人本來就應該要有的一個權力 這叫人權 那 我們在談人權的過程 我們從來不是說 談沒有一個界限的人權 那 有了界限以後 那個東西就叫做責任 其實我們在台灣社會裡面 其實 權力跟責任 是一個很相對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 整個台灣社會一直在誤解 這兩個概念 不斷的誤解 就是責任通常會 被導演像成為順服 那權力 談到權力就會說是沒有限制 太自由 太民主 所以整個社會對於權力也好 對於責任也好 都有過度的誤解 或過度的延伸的狀況 那我覺得我們 透過責務也是可以 那 雖然今天談的是比較法律面的東西 可是 其實法律面背後 它有一些很深厚的哲學的意涵 我覺得往後我們還可以再繼續的多加討論 那我今天現在在這裡結束 同時我預告下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 下禮拜我們要看一部紀錄片 所以要七點提早 我們本來要七點半 要七點提早看紀錄片 那下禮拜會邀請到那個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 名字很長我應該沒念錯 這個朋友 然後會邀請朱婉琪律師來分享 有關於這個器官強 是還 這是中國的 有關於中國那邊器官強殺 還有台灣的目前的 器官移植的那種狀況 他會來做一些分享 那當然是先看了這部紀錄片以後 然後會做會後的分享 也歡迎大家下禮拜七點 我們提早在七點開始 那我們今天活動先這邊告一段落 那麼謝謝大家 然後歡迎醫祖我們社學堅持有 好歡迎醫祖我們社學堅持有 好歡迎醫祖我們社學堅持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